我看到他上场就会很紧张 因为他的名字叫董又林 这么可爱 GQ的那个年度人物主持 大家看过吧 错漏百出 场面非常震撼 随后就自己给自己出了手 自黑单曲叫打扰了 自己蹭自己的热度 看到过吗 我跟你讲董又林 听完你那首歌 我们丝毫不觉得是被打扰了 我们觉得是被骚扰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 骚扰到我们的董又林 这么快就到我了 都没准备好 好 我是Jeffrey 董又林 这个有点低 我不是周震南 这个可以稍微高一点点吗 董又林啊 董又林 上一个用过话筒的是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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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师您坐 我处理您坐 对不起 对不起 给他个面子 给他个面子 我就用这个高度 留个面子 就开始了 好 本来呢 我是一个歌手 但我上一次去参加了这个GQ年度盛典 我是想稍微转型一下 我是想稍微转型一下做一个主持人的 结果没想到场面十分尴尬 我就在台上一直想要搞笑幽默 结果也没有人理我 后来我就问我的经纪人我是不是刚表现得很差 我经纪人说没关系你转型很成功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搞笑艺人了 我天哪 结果呢 很快的 我的搞笑生涯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朱丹老师 也转型了 郑云龙大哥 我之前和他在一档篮球节目里面一起打过球 当时看他打球那个样子 那个投篮跳投节奏啊 那个速度 怎么说呢 我有个好兄弟叫蔡徐坤 你打的不如蔡徐坤 郑云龙很喜欢音乐剧 曾经在表演的时候在舞台上感叹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我脚下 这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那 其实假如你愿意的话呢 这个世界还可以在我们的脸上 手上背上屁股上都可以 你要是再喝点酒的话 这个世界还可以围着你转啊 好 好 这人特别好玩 瑞余娜姐姐 特别好玩 她也喜欢往热搜上扎 上一次看热搜呢 说她在机场穿得太暴露 不得体 那她还在网上和网友吵架 说要有穿衣自由 我觉得穿衣是要有穿衣自由 不过那个是机场 你影响到别人 你穿成那样大家注意力都在你的身上 万一物击了 请问谁负责呢 你啊 我 我不配 那你倒是穿得挺正点的 但是别人都晚点了 汪海玲老师 著名的影视剧编剧 她曾经说拒绝小鲜肉拍她的戏 说拍她的戏 会把她这个戏拍烂 那她有一个作品啊 叫做《童雀台》 在豆瓣上面是5.1分 周润发 刘亦菲 苏友宏领先主演 里面好像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小鲜肉 对吧 那为什么评分会这么低呢 难道说他们三位是故意跟你作对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想连编剧都不敢这么编吧 所以说一部戏烂不烂 不能光看演员 剧本也很重要 比如我们共同的一个前辈 成龙大哥 他这两年也演了不少片子 评价也就 对吧 难道说他是不够敬业 还是他没有演技吗 总不可能说他是小鲜肉吧 所以说演员只是把 编剧所写的东西呈现出来 或许编剧才是万恶之源 演员烂 烂一个 编剧烂 烂一窝 周震南 上一次在GQ主持的时候 我碰到他们的这个天团 11个人一起出现 我在想 这个车怎么能塞下11个人呢 这不是违规吗 其实我当时说这个话我只是想说 就是幽默一下 结果冷场了 对 当时就是这么冷场的 周震南跟我一样 选秀出道 但是他是连着三年参加了三档选秀节目 才出得到 第一年选秀 第四 第二年 第一 第三年 还是第一 那我就不明白 你都已经拿了第一 为什么还要参加选秀 一而再再而三呢 我本来以为你要做这个练习生里面的研究生 结果我没有想到你居然 本朔博联赌 厉害 厉害厉害 周震南确实是想做一名艺术家 不过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来说 都有些空谈 在我的印象里面 陈龙大哥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不过呢我就没有这么不切实际 我只想要好好地做一个歌手 做一个好演员 一个好的偶像 一个好主持 一个好 外甥 好 这个可以 很棒 很棒 整整整的就是 简单来说 就是成功 谢谢大家 打扰了 我是Jeffrey 董佑玲 不好意思 男的往后靠 没事舒服 舒服 我脚找不到地 脚找不到地 你说这是个什么破节目 你请人来当主咖 你不给人调椅子高度 什么玩意儿啊你们 怎么舒服怎么来 董佑玲 这样 既然你已经提你姨父了 对吧 那我不得不顺走 我再说一句 你回去帮我问一下 你姨父愿不愿意来吐槽大会 是吧 你这都打扰这么多人了 也不差就打扰这一个吧 回家再打扰一下 好不好 好好好 给我发微信 行行行行 下一位要上场的 郑云龙